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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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婆以前就是做这个宪法这个维权的 老婆死了以后呢 他接着继续做宪法维权 所以说呢 这个人在九旬和下级法院呢 这个人面是很熟的 大家知道美国打官司的联邦法院 要看人面的 如果你不是经常在这个法院出现呢 你的credit就会很低 如果你经常在这个法院出现呢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信用啊 如果尤其是那种 长期维权的这些律师 你的信用度就非常高 法官会愿意多花时间来听你的案子 那所以说 我们刚开始讨论 因为Michael BN很贵 1000块钱一个小时 他的下面一个 二级合伙人 900块钱一个小时 然后 还有当时用了一个senior 600块一个小时 还有两个junior 450块钱一个小时 他们开一个会 就几万块没有了 但是没有办法 在那么多人当中 他就是当时的最佳人选 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群里面几个律师朋友 大家凑了一下 当时只有25000块钱 25000块钱 他的1000块钱一个小时 我们当时只有25000块钱 然后朱克亮律师呢 就给他做思想工作 我们这个是公益的 还不出 你也只能受着了 然后那个Michael BN 这种长期诉讼 长期维权的这个律师 这很大方 他说还不出也没关系了 我就打水票了 你们尽力去筹就好了 对吧 于是我们就签了这个协议 然后他说可以做 那我们就继续推进这个事情 第二个难点 时间 时间上的难点 45天 你在行政令生效之前 你必须把这个东西发出去了 对吧 不然的话 他行政令生效了 那马上所有的人 所有的这个企业啊 所有的这个数据公司啊 就开始要断了给微信的这个供给了 那这个时间非常紧 那我们45天之内 就要把这个诉状递上去 把这个紧急的这个禁止令也递上去 那我们正好是卡在 卡在那个时间 的那就是在生效之前的一个礼拜 我们排到了这个 排到了这个hearing 排到了这个听证会 其实这个案件 不论不论是司法部也好 我们也好 还是法官也好 拿到手里都都很烫手 都很棘手 因为总统基于的是一个法律 叫做IEPA 什么国家国家安国家什么安全 国家安全什么 经经安全紧急紧急法 这个东西呢 从来没有人挑战成功过 那以前包括什么案子呢 我能不能联邦政府能不能 监听你这个电话 联邦政府能不能target某一个社区 去去去窃听这个社区 这个这个在在说什么 能不能在人家的清真寺里面 就是就是就是放倒沟 去去去去监管人家 去不允许他做这个 不允许他做那个 都输了 IEPA都赢了 IEPA从来没有输过 所有人拿到手里说 哇挑战IEPA 那没有办法 我们拿出这个整整部宪法里面 最最最强的一条 宪法修正IEPA 言论自由 当然人家也是激进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那剩下的那些呢都是辅助的 什么Due Process啊 什么平权法案啊 什么程序正义啊 这些都是辅助的 这个我们那个专家证人 伯克利大学法学院的校长 Chimnitsky 他说了一个 只要这个宪法修正案一赢了 那后面的也就都是废话了 没有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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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argued 只要这个宪法修正案一输了 后面也都是废话了 因为宪法修正案一都输了 后面就更没有希望了 所以说 这个宪法修正案一呢 就变成了最后 这个hearing的时候的 一个核心问题 法官也说了 别的我都不听了 我们就宪法修正案一吧 你们来双方来argued 那当时呢 我们hearing 第一天hearing完了以后呢 本来法官要出决定了 但是连夜呢 那个周五的早上 商务部就出了细则 商务部细则 写得非常仔细 我要给微信 这个所有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数据供应商 什么公司 所有跟微信 这个有服务的 通通要切断服务 切断数据 OK 那这个微信呢 基本上属于 你现在这个版本 用完了以后 就 之后就再也不能用 这个是100%肯定的 然后呢 当时法官 法官是很生气 就说 我们这个hearing呢 已经 进行了 我的decision 其实连夜 我其实已经写了一大半了 你在这个周五早上 你又给我出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 早上出了 法官立马打电话说 所有人 重新回来 开会 然后说 你们这个 他现在出了这个细则了 OK 那 前面的那些 issue呢 就moot 你们要重新 把这个 紧急令诉状 重新 重新递交一遍 给你多少时间呢 当时是 接近中午了 他说 六点以前完成 下午六点以前完成 司法部在凌晨之前 必须 拿交反对状 凌晨三点之前 你们必须完成答辩状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 礼拜六 早上十点钟 继续开庭 那天 犹太人新年 礼拜五晚上 我们的律师非常负责 犹太人 好了 这个新年 我们没法过了 对吧 不过了 所有人 连夜改 把这个东西 改完 根本连看的时间都没有 弄完以后 七个律师 一人坐一 一块 拼起来 扫一眼 就要上船了 根本连看的时间都没有 做好了 终于做好了 但是司法部那些人呢 是不会管的 该犹太人新年放假 就放假了 他们就去放假 他们的人力就不够了 那他们就 他们的这个 argument 就没有strong 第二天来了 也不是主力 主办的那个 司法部的那个 那个 那个部门的 部门的那个 head 他派了下面一个人 来 argue 那下面那个人 这肯定 肯定 肯定是不行了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这个 我们就 在各种 各种因素下呢 我们就 赢了这个 赢了这个禁止令 这个禁止令 这个赢了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如果大家 如果有听这两个 听这两个hearing的话 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 首先一 司法部半个证据也拿不出来 半个证据也没有 说腾讯公司 把数据 卖给了中国政府 转移给了中国政府 或者也没有任何证据说 中国政府曾经问腾讯公司 要过这个数据 没有 只是 他提交了 这么厚一叠证据 全都是一些 什么学术文章 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的意义 然后 另外一点就是说 司法部 司法部还说了 就是在hearing的时候 说了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他说法官能不能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他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进他的这个 这个法 法律上有什么理由 他说能不能多给我点时间 做一点 做一下legal research 这个不是搞笑吗 这个法官 法官 法官听到这种话 就不会特别开心了 当然了 这个法官还是蛮不错的 他多给他几个小时 你去做你的legal research去 然后 再回来开会 几个小时哪够呢 这是一个 没有跟 基本上是一个 没有跟可以询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案子 因为 之前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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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种很 就有一些接近的 没有一些 就是直接可以 binding的这种case 他怎么做这个 legal research 他都是做 他都是 他都是 他都是找不到东西的 那宪法修正安一 他为什么 这个理由 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那 大家都知道宪法修正安一 对吧 言论自由 这个宗教自由 对吧 这个很笼统 宪法修正安一呢 说言论自由 那当然言论自由 肯定不是绝对的嘛 对吧 那你有些行为 你说是言论自由 或者是 有一些东西 你说 但肯定不是 但不一定是言论自由 那言论自由的 标识在哪里呢 那国家安全的话 你肯定 是可以 有一定的办法 去beat这个言论自由的 这个东西的 对不对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这个general idea 就是说 一个基础是 政府是 不能touch这个言论自由 那基础就是说 你要政府来证明 你政府来证明 你这个 政府的这个 我们说公共利益也好 或者说 国家利益也好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重要过 可以压过这个言论自由 其次呢 就算你证明了第一点 你还要证明第二点 证明第二点说 你怎么通过这个方法 把你的政策的这个危害性呢 受到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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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性性的 受到最小最小最小 你不能说就是说 我们微信 他说你可以监管微信 没问题 你可以监管微信 对不对 你可以监管腾讯公司 这都没有问题 这都可以过 你不能把这个 几百万人用的这个东西 一下子一刀切 统统砍掉 不给他供给数据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不能用了 对吧 当时法官也说了一个 你少说不要忽悠 我们北加法官啊 我们这里都是 tech 就是tech city啊 就是说都是搞技术 这个我我我一看这个就知道了 你这个就是让这个APP死掉了 你承不承认 司法部说啊 这个这个那个 我们不是目的不是这个 那这个 法官就说 我不管你目的是什么 你跟我说个结果 是不是这个APP最终会死掉 他说啊 是是是是是是 那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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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了 这这这点一承认 他就没有戏了 那法官就问他 他说那你们怎么样证明你们 研究过这个政策 政府研究过这个政策 把这个危害 搜到最小最小最小 啊 那后 那他说他说 我们有这个 呃 分析啊 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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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一大堆 然后然后法官说 所以你说你们分析过以后 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法 就是把它尽掉是吗 他说呃 是的是的是的 法官说你这不是放屁吗 对吧 你这不是笑话吗 我们这么强大的一个 全球技术第一的美国 你说我 对吧 没有办法来对吧 对抗这个呃 中共对这个这个APP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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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据的窃取 对吧 不管他什么利益 我没有办法 对吧 除了 禁掉我们自己人 自己的几百万人 把这个不用这个APP以外 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说这种说 这种话说出去 他说你这种话说出去 你觉得有人会相信吗 没有人会相信 对 没有人会相信 呃 所以他们输了 然后他们上诉 上诉到九旬法院 九旬法院以后呢 我们有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定 对不起 你把那个九旬法院再跟大家讲一讲 什么概念 第九旬回法院 对 旬回法院就是联邦的上诉法院 对 地方法院就是联邦地方法院 联邦上诉 就旬回法院 然后是最高法院 那我们当时已经赢了以后就有一点 有一点有一点名气了 大家都看到了 然后呢 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 就是来来来来来加入 来来来帮助我们 大的律师事务所来帮助我们 呃 有一个叫做呃 David's right David's right是全国 做这个言论自由 这个法令做的最好的 他挑战过很多的这个总统令 他也挑战过很多的一些 呃 呃 违反言论自由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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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 这个是他一个 擅长的一个 擅长的一个东西 他是 这些大股大的这些报社 CN 大的CNN啊 什么 呃 ABC啊 什么CBS啊 他的这个 专用的这个法律顾问 因为 保护新闻自由嘛 新闻什么都可以播嘛 什么都可以报嘛 那新闻报了以后 有的时候政府不开心了 他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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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搞你 但是他们就 互相的challenge challenge这个事情 呃 另外一个 就是 呃 顶 顶顶的律师事务所 这个 Citly Austin 那是非常强的 Citly Austin 呃 这两家律所加入了以后呢 那 这个 我们的这个 一个是开支可以减少 因为这两家律所会 分担一部分的工作 呃 不需要所有的人都用这个Michael BN 里面的人了 另外就是 是不是第二个律师所所的这个费用会低一点 它在Rain 没有它这是Pro Bono的 后面两家律师事务所都是Pro Bono的 就是说他们弄了以后他们自己去问政府要钱 要得到要不到就是take it 这个还有我们很多的观众在这里不了解 在美国的怎么样的体制上 能够让政府来承担这个费用 那我待会再讲了 那我们后来九群就也挺容易的很容易就赢了 九群包括一些保守法官或者或者怎么样子 这个都都没有那个 其实在这个言论自由问题上的其实为什么他非常strong 因为这个保守派自由派都都都都不想去破坏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这个这个根基 所以你不管是保守的也好自由的也好他就是他但凡是一个不带政治偏见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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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法官的话他在那个位置上坐了比较久的话他基本上会更倾向于站在言论自由的 好谢谢我们吴律师把一个大块的结构啊至少大家看到了一个结构的性的一个怎么来 诉讼应诉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他也给了一些端倪我们法律上的端倪 这些端倪里面的具体的深化我们曹律师刚刚到很辛苦赶过来他在心的心意 所以今天赶过来我们大家再次欢迎也感谢吴律师有请曹律师 曹英律师 他是卓英我没讲错啊卓英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创始人 非常感谢夏教授周会长的邀请哈 有幸跟大家再一次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微信诉讼的过程 这个我们的吴律师已经讲了一下我们整个这个过程我们所经历的困难 困难中呢其实主要的有几个一个是时间紧45天就要生效 完了进了什么不知道但是违规的后果非常严重 不只是罚款而且可能会坐牢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没钱 大家都知道维权是很贵的啊要请律师 我们那个时候找了几个律师来评估有400多块钱一个小时的 也有六七百最贵的是1000块一个小时就是我们这个麦克尔比恩律师 但是后来这个吴律师就说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最贵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经验最丰富的他在第九巡回法庭还要在最高法院都赢过这种民权宪法诉讼 后来事实证明我们选择他呢也是对的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超高性价比的服务 首先赢了这个圆额外的法官啊在9月20号凌晨生效前的几个小时就是抗旨不尊啊就是叫停了一个总统令 这是立马啊 make a difference 之后再九旬那都是三战三截 那这个麦克尔比恩律师呢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资源啊一些媒体资源 我们受到了很多这种主流媒体的采访 比如说CNN啊 Washington Post啊 Financial Times这个媒体的资源 还有呢就是其他的诉讼律师比如说著名的第一修正案打第一修正案的也就是特朗普最讨厌的律所叫做DWT 这个也是在人家这个麦克尔比恩律师的说服之下同意免费给我们提供法律代理 就是他自己收钱但是他能找到不收钱的这种律所来跟他一起打这个案子 还有就是那个打到高法的律师我们都准备好了 是这个著名国际律所CD Lee Austin的Carter Phillips律师 他是赢过在全美赢过最多最高法院案例的律师 他也同意Pro Bono免费代理我们 所以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还有呢就是最后这个90万律师费的赔偿 也是麦克尔比恩律师 他牵头去跟政府赢得了这种要司法部出了90万美元的赔款 这个是很多的哈 据我们所知是很多像当年李文和那个案子 他是要到了160万的赔款 但是政府出的是89万多不到90万 其余的70多万是由媒体出的 New York Times啊什么Washington Post那些媒体出的 所以这个事后证明这个律师找到一个好的律师是至关重要 我们华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买名牌 房产投资这方面都是不计都没关系啊越贵越好 但是在一到找律师呢就总想找便宜的 其实这个不是他不是买一个商品 同样的商品当然价格最便宜的最好 但是这是一个服务 他不同的这个价格那确实提供不同的服务 所以这个一个是经验教训就是找对律师非常重要 二呢就是大家遇到不公的事情的时候呢 要不平则民 不要首先我们华人有一个特点 首先想到我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错 首先在自己先找原因 这个要不然就是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比如现在有这个FBI啊 他去上敲门 现在也扩大到去敲中文学校校长的门 不光是这种华裔的学者教授了 他们的调查对象也扩大到了中文学校的校长 那你遇到FBI敲门的时候 你怎么应对 你是觉得我不怕 我没做什么坏事 我怎么不能回答他的问题呢 还是你要坚持你这个宪法赋予的权利 保持沉默找律师 那FBI探员他会说了 你要没做什么错事 怎么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千万不要落入他们的陷阱 一定要坚持我要跟我的律师谈 我这个问题一律不予回答 坚持自己宪法所赋予的权利 还有一个我们这次的一个 一个一个启示 就是说我们非常幸运 生活在美国这么一个三权分立的 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遇到不公的事情了 有地儿说理 这次是清策的 不是在我们的宪法教科书上看到的 不是在电视里看到的 是清策成功的 遇到不公的事情的时候 确实是法院 而且是一个原额外的法官 他能够为我们做主 什么叫原额外的法官 这个法官呢 他是Magistry Judge 一般的这种联邦法院的法官啊 都是由总统任命的 哪怕是District Court最基本的 但他不是总统任命的 他是Magistry Judge 这是什么意思是合同 是合同法官 但是他的权利 跟总统任命的法官是一样的 他就有权 一纸禁令出来 禁止总统令的实施 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不光是我们在美的微信用户受益 TikTok也受益了 TikTok一开始 他们是找了一些什么 自己的employee啊 员工啊出来告 都没成 后来他们来找我们 找我们的诉讼律师 改变了他们的诉讼策略 抄了我们的作业 改了他们的诉讼 最后TikTok也都 也都赢了 好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坚持的是 去政治化 从一开始 就坚持 我们不代表腾讯公司 不代表中国政府 这个说起来好多人都不信 好多人都质疑我们 说你们怎么可能 没有 就是说跟腾讯他们没联系 不代表中国政府 甚至有人就把我们的底 就查我们的底 当然受到攻击最大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朱可亮律师 因为他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的 青年这个 他叫青年政治学院呢 其实是团中央的 这个学院我还去过多次 就是在北京的那个电视台旁边 山环西山环的 对对 离我们北外不远 离我们很近 其实腾讯呢 他是托人找到过朱律师 说要不要我们出点钱呢 但是朱律师当时也心动了一下 因为毕竟人家麦克比恩 第一个月出来 律师费账单35万美元 我们也就才十几万 才一半嘛 还差得很远 所以那个时候 他真的他心动了一下 但是呢 他还是拒绝了腾讯的这个offer 他觉得这个大不了 就是他和离非律师 他们是做诉讼的 我们五个人里头 这他俩上 当然肯定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拒绝了 来自于腾讯的offer 我们的捐款107万美元 是遍布全美的 18000人次的小额捐款 平均捐款是59块钱 绝大部分的捐款 都是在50到100块钱之间 所以这一次 也是我们草根的一次胜利 证明我们华人 不是一团散沙 是可以团结在一起的 大家鼓掌啊 太好了 讲得很好 那我们 我本人来美留学 跟在座的很多观众 是一样的 那我来美的这么多年呢 没有感觉到自己受到歧视 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公平自由的 这么一个社会 但是从去年开始 我的感觉就变了 一个是从来自于总统 China Virus 随时挂在嘴边 二呢 就针对我们 亚裔的仇恨犯罪 成倍的增长 对于亚裔 对于华裔的歧视呢 在美国的历史上 200多年的历史上 有三个 三个时期 第一次就是排华法案 在1883年 才排华法案 那个时候呢 不允许华人到美国来 已经在美国的华人 不允许入美国籍 第二次浪潮 是1950年代 上个世纪50年代 冷战时期 大批的这个华人科学家 以间谍民意 被驱逐出去 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钱学森 也是中国的这个原子弹之父 他就是被deport出境的 但是他这个间谍罪 从来没有证实过 第三次浪潮 就是从去年开始的 新冠疫情相关的 这个对华裔的仇视 这个仇恨犯罪 那我们这个五个人呢 在今年三月 在亚特兰大的那个 枪击事件出来之后 我们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 叫做华美维权同盟 Chinese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lliance 我们想做的事情呢 主要就是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件 免费代理 我们现在的一个项目 就是针对这个中国行动 向这个司法部 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 发一些4R request 通过这个收集的数据 来查看他们是不是有 discriminatory的prosecution的事情 因为这个中国行动 从2018年开始 他以一个国家的名字 命名的行动 这个是在美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的 二呢 没有 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科学家 是因为间谍罪被起诉 第一个进入trial的 胡安明教授 已经被无罪开示 所以我们是 想从一些数据上看 是不是 就是说他所针对的 他是有一个种族定性在里面 就像在街上开车的 超速的人里头 你是不是绝大部分抓的人 是亚裔 或者蜥蜴和非裔 这都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接下来 要做的一些事情 总来说呢 我们的确实任重而道远 过去几十年 的这个和平的 大家很相安无事的 这种社会状态 可能会在很短的将来 不会再出现了 也是中美关系 现在比较紧张 我们在美的华人 会不会成为替罪羊 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 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 你可以去捐款 比如说像人家印度人 印度人在美国只有三百万 比我们华人还少 我们华人再没有五百万 印度人 人家的政治地位 在美国 是不是比我们更高 人家有个捐款的意识 比如说他们有一个民权组织 叫做Immigration Voice 他们很多成员 都是每个月 一百块钱 就从他的工资单里 直接automatically 捐到了Immigration Voice 这个组织 所以这个组织 一直在推对他们 印度人有利的一些法规 比如就是去年 差点通过的S386 取消国别限制 按照先来后到的排队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 首先受益的 最大的受益的 就是这个印度裔 所以我们华人的 这个维权的这个意识 用法律的手段 来保护自己 可以做义工啊 对吧 有很多的 这个形式和渠道 让我们大家 为了我们自己的权利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可以做出努力 好吧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 我这里第一个差不多 我刚刚听武律师介绍 你们这个过程 你们选择 最开始选择 那个法院 就是你们上诉的那个法院 你们是选择加州那边 对 我们是从加州联邦地区法庭开始的 后来他们上诉 就到了联邦第九巡回法庭 那是他的辖区 你们这个选择在哪个地方上诉 有考虑的吗 有的 对有的 我们选择的就是对 technology比较了解的 后来事实证明 这个策略也是对的 当时这个司法部啊 就反正那些 司法部的律师就想忽悠那法官 那法官就说你别忽悠我 我其实我都懂因为我们生活在湾区 我们对这些technology非常了解 因为当时那个律师怎么忽悠那法官 就说我们没有禁止私人使用微信 那法官说 说那你是不能下载啊 不能更新啊 这个不就等于是间接进了微信吗 所以这个选择哪个法庭非常重要 对对对 非常好 非常佩服你们 好 也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我们可以违抗总统的命令 这不是违抗 是据理立真 据法立真 不是违抗 从法律的律师的本身不是违抗 律师的是位于一个法律的 对于总统令的合法性 进行法律上的抗辩 对我们是在法理 还有在事实 上这一番 法理主要是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 还有这个国际紧急经济状态法 IEPA 说你不能禁止 总统无权禁止任何形式的communication 那我们用微信就是一种communication 事实呢 这个司法部一直没办法提供 腾讯非法收集用户数据的任何证据 因为收集用户证据 这个是这些应用都做的 你不同意 人家不让你用 你像你做个Google 你要accept cookies 你用Facebook 你用Instagram 你都得要accept 他们的这个协议 你才能使用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普遍的 二呢 司法部也没办法提供 有人使用微信 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再次感谢 我不总结了 因为我已经插话 我最要讲的一句话就是 怎么有一个 律师是他的一个遮业行为 但是这种自发的对公众的责任 这些行为 为什么不是腾讯 而是来自于我们美国 自发的我们华人律师来做 如果腾讯也是可以抗辩 但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号 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 我们有仗义咨词的 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律师 这是我作为一个留学生组织的 一个会长 我特别感谢你们 也真的希望 我们有更多的这样 像吴胜牙和您 这样的律师 法律工作者能够在美国 维护我们华人 华侨 甚至于说 我们的不仅是 请接受 不仅是通行权 还有人权 还有很多在宪法意义上的 这种权利 我想呢 这非常重要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时间 两位跟我们的解释 真的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